为了推广在地艺文活动 五七区公所连续多年举办五七艺文祭系列活动 其中的仲夏音乐会就选在上周末登场 由大的国小英语合唱团带来优美歌声 炒乐会场的气氛 接着由台中多组乐团轮番上台演出 在夏日夜晚为海鲜相亲带来丰富精彩的视听饗宴 大的国小英语合唱团 带来多首的英文歌曲炒着会场的气氛 为了推广在地艺文活动 五七区公所连续多年举办五七艺文祭系列活动 而其中仲夏音乐会就选在上周末晚间热闹登场 我们安排艺文祭的活动都是在我们五七各地 主要是均衡我们区域各地的民众 就可以就近来观赏到我们的艺文活动 接着由台中中西爵士大乐团 演奏优扬的爵士乐曲让人听得相当著名 而除此之外 五七区公所更邀请到安地斯乐团 带来了一系列充满印第安民族特色的音乐演出 也让现场充满着浓浓的异国风情 而舞者热情演出更是嗨翻全唱 希望我们在地有一个参与感 那我们地方很优质的表演团队 也可以有表演的舞台 那同时也安排国外的团队一起来观赏 那这是很特别的表演团队 对我们整个一个乡亲来讲的话 包括小朋友他们都是非常的高兴 为什么除了可以看节目表演 还有小朋友也可以参与这个活动 然后还有摸大奖 小朋友最高兴的就是摸到脚踏车 现场安排了摸彩活动 奖品包含有电视平板电脑 跟北坡路等好礼 而公罪表示 希望通过仲夏音乐会举办 邀请海鲜的相亲一起同乐 在夏日夜晚当中 度过一个丰富精彩的视听饗宴 借存播和台中采访不到